您觉得跟杨蜜老师之间搭档更开心 还是说您跟郭德纲老师之间搭档更开心呢 跟郭德纲老师搭档的目的是为了跟杨蜜搭档 所以我跟你讲 你们出这种问题完全难不倒于谦老师 就是给自己挖坑 我告诉你们 好这样吧 我们跟十点关系团的朋友们一起拍张照吧 我们第一个话筒 要不你俩来一张 谢谢各位吧 丁导辛苦啊 各位好啊 这个千哥最近太辛苦了 我们俩前期是在贵阳有一专场 演完之后我飞回来 他连夜就去重庆是吧 对 重庆上海一圈 然后到今天这再见 然后明天中午我们就飞英国 然后是欧洲巡演得走一个月 这个太辛苦 本来说今儿我是来不了了 本来千哥说杨蜜在 我说我得去 我们够十年没见着了 这挺好看 这个刚才小刚导演说的好 就是一个火锅店 一个两居室就把活干了 就不定多省钱了 挺好 因为千哥这么大的戏 从事到尾都是他串 我想问一下 我是不是算联合出品人了 得嘞 送去一份祝福 大伙奔走相告 好好传一传 五一期间 多看看咱们这个 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 票房大败 师哥你辛苦 大秘密辛苦了 各位辛苦辛苦辛苦 谢谢 真应急那句话了 你就是因为那个 跟杨蜜见面才会跟他搭档 哈哈哈哈 那个 其实我就别说了 都是哥哥姐姐 就我岁头小 完了 你肉多呀 我觉得住两期间会儿 住票房大败 各位多辛苦了 完了那个 我先包鸡场行吧 对对 这么解决了 我们节目里就是来了 我还有一个事就是 下次请我看电影换一个座大一点 哈哈哈哈 太挤了 不值得喝第一台 好嘞谢谢 那看完了这部电影非常高兴 六点半的电影 四点钟我就到了 我还特意到旁边 那个正大的那个大厦里边吃了一顿火锅 哎呦 看完这电影感觉啊 呃 编剧好 导演好 演员好 名字好 为什么说名字好啊 就是由火锅俩字 因为这个火锅给人的印象就是 红红火火 热气腾腾 他就预示着五一全国放用期间 肯定大麦爆棚 稳居票房第一 哈哈哈哈 你大伙说 你怎么有这么大信心呢 因为这个电影啊 排得好 这是一个原因 再有一个原因 也是最最重要的原因 竹眼里边 有余谦 哈哈哈哈 所以我在这里忠心的 呃 拜托各位 五一节期间 请您的家人 您的亲朋好友 走进影院 去观看 这部精彩的影片 谢谢大家 谢谢 不会是七师傅呀 他给宣传太给力了 谢谢师傅 嗯 师娘说话吗 不走 师娘不说了 好 主要有余谦 林九霄 还有第二个出演 黄祥伦 好欢迎各位 欢迎各位 来我们我们的互动是什么 来这样 好先这样先这样 那个各位老师 刚刚我们在等你们的时候 现场排列了一遍咱们的MV 用各地的方言唱的那一句 这样好不好 来 收费咱们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大家一起唱给我们的所有的主演老师好吗 好 来我起个头啊 大家一起唱 没有一顿花瓜解决不了的事 没有这句说出来人间百味 没有一顿花瓜解决不了的事 如果还有别的事 那就两半 来讲一下 送给舞台上的所有的 好吗 好吗 好的 来 小伙伴们 我们到台下休息 然后把舞台留给我们的主持人 好 谢谢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好 谢谢 谢谢 好 各位好 欢迎各位来到5月1号全国即将上映的电影 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 西安手运场的现场 你们觉得电影好看吗 好 还有闪星话怎么说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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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 我们请各位主创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好 来有请导演 呃 喂喂 喂 呃 大家好 我是你们刚才看这部片子的导演 就是希望大家不都支持这部片子 谢谢 好 大家喜欢吗 好 老爷 你真怪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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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 大家好 感谢各位喜欢那个片子啊 我是里面演酒饼的 我叫于谦 谢谢大家 欢迎宇老师回家 好 走向 大家好 热蛇地球熊 哈哈哈 带里面演七万 见到你们很高兴 哈哈哈 希望你们喜欢谢谢 啊 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 走向特别可爱啊 所以虽然这个闪星话有点醋溜 但是今天说了你录 哈哈哈 真的吗 小蕾 他这醋溜的特别好 那么我都也想醋溜了一下 哎你说一下 大家好 那是霍小蕾 霍小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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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发现了小蕾吗 在电影当中 发现了 哦 都在剧统 都演了吗 我都不知道 哈哈哈 好了 非常开心啊 和现场的各位主创 来面对面的互动交流 其实呢 大家特别幸福 因为呢 大家是全国第一批次 看到这部电影的观众 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 可以来分享一下 你们特别的感受 那同时呢 也可以把你们观影的感受啊 在这个小红书 抖音 豆瓣 还有微信公众平台 等等各种方式 来为我们电影打打扣 宣传一下 但是 一定不要剧透啊 谢谢各位的配合 那导演 今天我们在现场 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他们的观影感受 有没有特别的礼物送给大家 呃 为了能让 你们更加踊跃的 跟我们说话啊 其实我们 我们所有的人 特别期待大家的观感啊 观后感 那么前十位跟我们 呃 谈观感 提问题的 好朋友们呢 呃 有一个很特别 很珍贵的礼物 现在买都买不到啊 我们为这个火锅这个片子 专门设计调制的一款 火锅味的香水 哦 哦 哎 造型很特别啊 无路无路啊 这个 老板你喷一下 说了好连干了什么 我喷一下 没有 我帮你打开吧 来 老板 这很贵的啊 别弄乱 你喷到一个大家都能闻到的一个 哎呀 让我们关注我一下 哈哈 哈哈 到底很多味的香水是什么味啊 我也好想的呀 哈哈 哈哈 不会是牛饼火锅的味道 没有 哎 我也要喷 我也要喷 来来来 我也我也 我也喷一下 看一下什么感受 插烂眼要喷一下 我之前都喷了半瓶 哈哈哈哈 喷了半瓶 好 真的 很好的 对 很特别 他肯定不是辣油味 哈哈 主要这个造型很特别啊 我希望呢 大家可以把它留作纪念 哎 现在现场教我们的观众 大家有什么问题 我可以喷烂眼 先请亲大爷来选一个吧 亲大爷 亲大爷 亲大爷在这儿 哈哈哈哈 亲大爷在这儿 亲大爷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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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亲大爷比较临向西域啊 把香水送给女生 来你说 这都是大老羊 我跟人抢什么香水 哈哈 好 开始你的问题 来 没问题 就是举手 你们就是第一次合作吗 我想的 何导演是不是第一次合作啊 来 和导演合作的感受是不是 我可以 我可以 我可以啊 你站起来才想个问题 哈哈哈哈 把一枪吞起来 让你香水啊 哈哈哈哈 你又一姐 你这样 你再想想问题 再说 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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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机会 这样的啊 哈哈哈哈 来 就你 你说吧 就你吧 就你吧 就你说吧 啊 谁要翻唱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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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咱 我今天 欢迎前辣你来写 我知道你是蓝天人 你说回乡 你看香港 对吧 香港 对 而前辣我知道你又是一部电影 我觉得原来电影留过一次奖 对不对 一部电影 来说希望这部电影能得奖 就来说 我看 前辣也原来喜欢摇滚 现在就开始来说唱 我觉得原来就是像是 像是你听你唱过的那个 孔行僧 甲行僧 甲行僧 对 对 对 OK 就是 我想现在 现场提醒了 像是甲行僧 可以吧 现在听你 因为陶芹没来先 开那个 像是专场了 也希望今年能跟郭文老师 一块来先开 像是专场 我们再 希望把跟你来看像是专场 因为 之前好几年没唱你演出了 对于我们看演出 就是在高峰 我们上 应该上周 大上周 在延安看高峰 我向你们来歇 谢谢兄弟 先让你们唱一段 你听我说 首先谢谢兄弟 我肯定跟郭老师 去把你们的期待转达 然后我一定力求他 然后来西安演出 来上演 没有问题 但是 我还有一个小的抱歉 我跟郭老师打过一读 我发过一读试 不在舞台上唱歌 这演出唱了一个 对 以前我唱 你看最近几年我都没唱 练了已经很多年了 在演出当中我都没唱过 这次是导演立腰做了个MV 所以我也算没违背试验 但是舞台上就算了吧兄弟 好吗 算了 还有小要求可以过 好 谢谢 别的要求没问题 小要求就是家伙会不会喜欢 你喝也可以不 完事以后 完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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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也选几位观众吧 然后我选我选后边的 后边有没有举手的我看 后边好多啊 穿白衣服的那个 最右边那个女生 白衣服最右边的女生 对对对白衣服举着左手那个站起来 你站起来 对对对 带眼镜的 带眼镜的 你好 好 嗨 你好 等下你的视力太好了 哈哈 我是梦了出来 去干一块儿来 你好 哈哈 看完电影是什么感受啊 我感觉情节特别紧凑 看得特别过瘾 哈哈哈 我们先的萌妹子 我这样就给你吓了 哈哈哈 没有我太激动了 我从出生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听你讲的相声 哈哈哈 清歌啊 这个肯定不好 这个哈哈哈 好 这个是你那样的 两点问题 我也记得不记得 初中 对 初中就出生了 哈哈哈哈 好 继续 姑娘 你说你是什么 就是初中 我有一个问题 好 我想问你 那个上一次烫头是什么 哈哈哈哈 这个问题 今天已经开始多瘾声了 哈哈哈 这个过了 那个 姑娘 你看我这心里烫头了 吗 哈哈哈哈 没有 你看没看蟋子 你看我这心里烫头了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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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猜出来吗 我 我刚注意情节了 哈哈哈哈 没看你烫头不烫头 是吧 那你看我现在烫头了吗 怕我 我看了不起 这心里烫头了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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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说 他们前面都看着我烫了 其实没烫 啊 其实没烫 我 我 我上次烫头啊 我上次烫头我都忘了什么时间了 因为我练着拍了三个戏 练着拍了三个电影 中间还有一个电视剧 所以呢 他们都 因为不能有烫头 你烫头也得给你拉直了 他们做别的发型 所以一进组 这头发都交给化妆师了 自己不敢轻易动 所以这三个戏 练下来以后 前面什么时候烫的头 我已经忘了 但是怎么也得有想一年了 没烫头 嗯 您太辛苦了 连郭老师都问我 秦哥 不烫头了 哈哈哈哈 我特别理解他 不烫头以后他没得说了 所以呢 我还跟我说 烫烫 不烫不行 不是说不烫 我心里不行 是因为 我烫头的原因 是因为 年龄大了 头发稀了 互相烫了以后 头发能互相支撑一点 显着 这个发质还稍微透一点 其他都没有了 其实我也不是在意形象的人 关键是我在舞台上 要给观众看 看观众看着舒服一点 我每次听您说 像个抖的帮帮我都笑 哈哈哈哈 那就对 谢谢 不是白说了吗 谢谢 我们一会儿可以 一会儿可以 好我们一会儿大合影 一会儿我们会有大合影 所有人都能拍到 谢谢 谢谢 九霄 好 九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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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选择戴口罩的 黑帽子小姐姐 对对对 你好 来站起来跟我们分享 我们能听得见 来 感受 嗯 电影相关 电影完之后就感觉情节特别紧凑 而且有很多反转 就是 那种就让人太到那种反转 尤其是结局 然后我想问一下丁导 就是想问一下就是 导演在创作妖姬或者是其他各个角色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设计 哎呀 说来话长 哈哈哈哈 你问我去还是问他呀 刚才就是想看导演在创作的里头后 因为确实看到了很多很细节的东西 嗯 嗯 这个确实是创作 我们整个这个片子拍的过程就在创作 我们每一天呢 开始都是一块做点的 我都不知道今天大家会有什么新的这个这个想法诞生 那么在过程中呢 跟杨幂我们也是这个状态啊 嗯 我们是一个我们是一个创作集体啊 他自己呢 我想想啊 他自己 其实自己发挥了好多小想法啊 比如说啊 刚才有一场戏 泼那个 泼油 是吧 我呢 在嘴巴里写的就是说 你泼完了 谁别骂 啊 就是 别有脏字 到时候万一审查不过呢 是吧 那么 这个时候呢 我们一拍我发现 他骂的呢 全是他很理解这个人物的那个骂 你还记不记得 他说什么 就是 可以 这不算去透 这个 我不好说出头啊 没有脏话 他说的就是 他骂发财 他说的就是 从头到尾就是你最怂 你就是个怂蛋 你看 其实是他跟着这个人物走的 啊 我们这个所有的戏的台词 包括野人的发挥的很多东西 都是跟着这个人物走的 啊 这个很重要 还有呢 你看 你看 在 后来 杨米跟小蕾老师有场 对手戏 对不对 然后呢 我原来的台词就是这样 白天不同意的黑 啊 然后杨米呢 他发挥了一条 他说 白的润肤 黑的保湿 啊 你看 我写不出这个词来 你知道吗 他那个时候推销面罗 这是一个很精彩的一个小发挥 是不是 他潜意识的 他是日业的那种 对 就是说完全 作为演员呢 我说他是一个真的演员 真正的演员 他走进了这个人物 啊 就所有的这些 创意呢 我是也是尽量谈的 啊 是不是加分不少 就是 有各种就是 相当于是 没有提前预知的这种想法 就是 有个创作就更加的 相当于风满的吧 我感觉 风满 好 谢谢 希望各位粉丝 可以来为我们的这个电影演唱 来 现在有喜欢小蕾的吗 是 哇 这么多啊 小蕾小蕾 你选一位吧 好 小蕾的 远点 哎呦那个是男生 对吧 最后 那不是最后 最后这个 最后那个男生吧 好 这个男生你好 好 你和谁一起来看的 哦哦哦 一对男生 对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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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的好基友 好 祝福你们来 你的感受怎么样 我感觉这个电影确实感觉到特别紧凑的一个剧情 特别好看 特别过瘾 那有几个问题我想问一下 就是里面的剧情那个 傅宇老师 傅宇 傅宇啊 他真的想答了 杨米老师吗 嗯 还要说 这个问题是问谁的 嗯 问 什么的 傅老师 美女老师 当然得问导演 这个 对对对问导演啊 别人都说前这道剧痛啊 对对对 一个一个回答吧 第一个问题 你显然是没看明白啊 呃 五一上映的时候再看一遍 好吧 哈哈哈哈 期待你的二刷 对 回答问题 对 还有一个问题 要求啊 我是一个美术老师 能不能待会和您合个影 然后把你们单独画下来 啊 我们有大合影的机会 嗯 不能满足我们一个听几百人的单独要求 好 谢谢 好 好我们接下来 信师兄弟我跟你说 你网上搜照片都能搜 哈哈 好 好 好 那余老师余老师余老师来 再来 再来 好 余老师的第二个问题 这个你看 拿着我们牌子的那个 这个没有 好 你好 哎 你你 拿着我们那个 这个牌子 对 来 就看完这个电影台 就是觉得我们这个电影台的一个 反转特别多 就是 意想不到的地方特别多 然后呢 就是看到这个 雌雄大道之外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主人公 就是 富裕 对 然后我想就是 他是一个 有点紧张 就是他是一个贪官玩的这个 那除了我们这个电影 除了悬疑喜剧之外 他是不是还有一些 别的意义所在呢 就是设计剧透吗 这个还好 还好 这个 我们 做完这个片子呀 我们也 在网上看 有一些观众观感啊 因为 做了一点小点印啊 然后呢 我跟千尔哥都特别欣慰 就是 大家看这个片子呀 多多少少觉得 这里面藏了点道理 但我们又不是特别 叫法 是吧 不是特别点名要 讲什么大道理 其实讲的是小道理 但是呢 主要是融到了故事里面去 呃 其实讲了不少东西 但对他各取所需 能够品到什么就是 对 那就是 大家都有很多的角度 可以去看这个电影 都能够获得不同的一些启示 嗯 电影很好看 我五一还会二杀的 谢谢 谢谢 家人朋友一起二杀 对对 还会二杀的 谢谢 好 你们也点着 呃 我有个小词心官 那个李树老师啊 你下来拍 来 不要影响你 来快快快 哦 好好好 因为我是画画的 你呀 你拍了一定要画 画出来啊 画到网上at我们 at一下 丁盛导演的新浪微博 他就能看得到 好不好 好好 来 你 嗯 我们请 你的好机友帮你拍 来 来 在这里也 我们的电影呢 将于 5月1号全国上映 大家觉得好看的话 可以在小红书抖音 微博还有微信朋友圈 来特别宣传 好 小蕾选一个 小蕾选 小蕾选 我能不能选一个全场年纪最小的 因为导演说9岁就能看得懂 没有 啊 没有 什么 谁想起来 这 那 这个 你以前有小蕾选 太小了 你 你怎么想起来 你最小 看起来 来 这位大姐的小妹妹 你好 今天我是大学 哈哈哈哈 你那么小就考上大学了 哈哈哈 这是比较咸小吧 然后首先就是想感谢导演带给我们这么一部悬疑喜剧 然后这种其实它比较少了 然后包括整部电影从它的音效还有场景 还有这种我注意到有好几个场景转换我觉得做得特别好 然后想请教一下各位主播们 就是我觉得语言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这部电影主要也是就是用重庆话来说嘛 然后想请教主创和导演就是在学习重庆话的时候 就是有没有什么心得分享给我 不包括我那几位演员说吧 就感觉也不包括我 主演们也不包括这里就包括我 这里就包括我因为他们俩都是 就我一个人是北京人 这个有什么心得那只能说我了 这个心得还真有 我觉得如果要踏踏实实学一个方言的话 没有个半年一载沉下去 跟人聊天呀过人家的生活呀才能学个七七八八也就不到七七八八 所以没有个半年一载的三年五年的学不了 所以如果这么抱窗的话呢 我也尝试过九霄啊 包括余爱磊啊 小蕾老师啊都在现场教过我 我呢也头几天就跟人学 但是我觉得不行 学完了以后 如果要是一刹眼神的功夫或者一件事 谁一喊我一走眼神马上回来就忘了 就很容易忘很容易忘了 对所以呢我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导演开机之前我拍学 对现学 他们告诉我 我把这个方言的味道啊什么的学的 我认为可以了的时候 然后跟导演拍戏 拍完了以后就忘了 也就这样 但是我觉得您北京话说特别包吻 你这事骂了 哈哈哈哈 逼到北京啊 哈哈哈哈 你确认口吻的 哈哈哈哈 我特别特别喜欢您的口吻 谢谢谢谢 谢谢 我这个北京生北京长的闪穴 嗯 哈哈哈 所以呢这个北京味还可以 但是我也有一个控制在拍戏的时候 我还尽量不能说北京话 要说普通话 但是我感觉那个北京话的金枪 特别有影响 是吧 因为普通话是建立在北京话基础上 对 所以你能听起北京的 是吧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那首先我们再招一位观众好吗 好 主持人 对 对 对 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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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他 那 那 是吧 就是拿着我们的 没有一顿红锅 啊 你好 我们这位 小姐姐你好 然后电影的感受 呃 首先我看完电影 我觉得这电影特别精彩 啊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因为我老家是四川的 所以我对了一个电影真的是很 老乡 对了 对了 就是老乡 然后我想晚上就一下 就是你在拍那个电影的途中 你问啥子 呃 就是曲子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嫂子曲子 我嫂子曲子 对了 你多呼吸 我觉得曲子太多了 因为我们 我我 因为以前吧 我就 基本上没有 拍过喜剧 原素的 印象最深吧 印象最深的 我觉得就是此前 哈哈哈 真的 你会 你会不爽吗 爽 对啊 我就当时我看到那么多钱 然后然后我们导演 我 我 我能在里面游一下泳吗 人家去游游游 我第一次尝试到了 在前里边游游游 多嗨 哈哈哈 我都忘了拍 反正我们拍完那场戏 少了几张钱 哈哈哈哈 怎么回事 反正不是我拿的 哈哈哈 还有就是我觉得 这个场景布置的真的是 特别勇气 因为我就是小时候 因为老去医院看戏什么 跟我爷爷他们 我觉得看这电影 感觉自己好像身临其境的一样 就谢谢导演 然后谢谢 就各位演员 谢谢大家 就是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电影 谢谢 好 谢谢你 谢谢女士 多支持啊 对 他刚才说到电影 身临其境 啊 肯定会二刷三刷 也刀刀 能宣传宣传 谢谢 哎 好 谢谢 来下一个问题 我们 我们请哪位 把导演 雷姐 雷姐来 穿白衣 是那位 女士 啊 就是 呃 我特别喜欢这部电影 然后 我刚刚也留意到 大家很多人都说了 这个 呃 电影的节奏啊什么的 都很紧凑 所以我其实 就是蛮想问一下导演 嗯 就是我蛮想 蛮想问一下导演 就是因为我 看的有 很多部 就是类似于 这种都是在 一个小场景内 一个封闭的场景内 发生的一整个故事的这个剧情 然后我一直就很好奇的是 呃 怎么样才能做到 在这个 一个环节 哦 一个场景当中 去把整个故事都铺出得非常完整 非常 就是 就是 引人入社 然后还有就是 啊 然后还有就是 呃 看到就是 在这个场景都 用了很多 就是可能不同的运镜啊 这一类的去 让整个故事 不那么哭到乏味 然后这个气场 我就是很想 也很想 请教一下 我简单跟你说吧 就是 首先第一个人回答 你说怎样在 小 相 小的 或相比之下 比较 呃 简单的空间里面 讲故事 这个是我认为特别难啊 比我以前拍动作片啊 拍一些大场面 要难得多 就是 想各种办法 啊 这个就是一个难题啊 就好像 这个这个剧中人在解决难题 我要解决这个难题 呃 这个剧本 编的前天后会有半年时间 啊 曾经就是僵住了 就是因为挖的坑太多了填不上 啊 因为我们要故意的挖很多坑 故意的挖很深的坑 呃 填上 你就会有成功成就感吧 是吧 呃 然后拍这个戏 确实我们也没有参考很多别的片子 因为你 你就算看了很多类似的呃呃 比如说单一空间啊 或很多片子 你会发现这个是很特别的 是吧 啊 有犯罪有喜剧 然后人物也比较特别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呢 就是一个拍摄的问题 我这个这个片子呀 虽然场景比较简单 但是我写剧本的时候 一共分了95场的戏 我跟摄影师说 咱能不能有95种拍摄 啊 真的是想这么挑战 如果大家有机会二刷的话 大家看戏跟戏之间 每一个情绪都是在变着拍摄啊 所以说我们也同样需要搭出来一个非常精拍的场景啊 我这个场景是全角度的 无丝角的 每个地方都拍到了啊 好 那就是我想问一下 是怎么想到把穿去融合的这个电影 嗯 就是 我是个戏迷啊 我我从小时特别喜欢戏 然后呢 这个 写这个戏的时候 我想想他应该在什么环境发生 就想到了一个一个戏院 这个戏院呢 主人公是一个小人物 这个小人物呢 我们就要选一个合适的剧种 啊 那么京剧呢 稍微有点 有点高雅 啊 对对我的理解来说啊 我就想选一个稍微 稍微地方一点的剧种 我呢 对穿剧还是 听过一些 啊 穿剧的味道我比较喜欢 然后其实我最早都都都想呢 就是在重庆 或者说是 四川地区找一个实景拍 但最后呢 没有合适的 没有选择场 以后来这个所有的场景 我们是在北京的一个摄影朋友搭建的 啊 搭了也有 四五个月时间 啊 精心搭建 啊 啊 你你刚刚这个问题问着了啊 邓君在吗 邓君 其实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哈 刚才呢 大家在看电影的时候 各位主创呢 其实是悄悄的走到厅里边来看大家的这个反应 当然你看感受到大家的这个反应吗 刚才我跟九霄就在那个地方 然后就在那个旁边 这位男士串了我好一脚 对吧 对 串了我好一脚 对对对 就就你 转头那个就你 你串了我好一脚 就是你啊 这就是白色T恤 身体发亮的 对 对 对对对 对 都是烈的 都是烈的 早安 回头就不是你了 哈哈哈 对 对 我跟他真的很幸福 主创陪我们一起来看电影 主创陪我们一起来看电影 主创陪我们面对面的来交流 刚才我一直就在那个 你过道上那儿站 哈哈哈 对 主持人一句话呢 就是希望大家 在五一的时候 五一过后也可以哈 来 多多的走进电影院 支持我们 没有一顿火锅 解决不了的事 好不好 好 谢谢 好 谢谢各位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各位 主创 和我们现场所有的观众 来一张大合影 大家也可以把你们的手举牌 举起来